烏俄戰爭未歇 兩國在2號也都傳出 民宅遭到無人機給攻擊 烏南大城奧德薩就有公寓 被無人機打中 造成至少7個人死亡 而其中年紀最小的也才4個月大 另外俄國國營媒體 在1號也公布了一段 是德軍高層錄音內容 裡頭包含 烏軍疑似使用了 德製金牛座長城飛彈攻擊 克里米亞大橋 德國總理肖茲表示 已經針對這起事件展開調查 民宅玻璃碎了一地 從一樓到五樓 沒有一家窗戶是完整的 外牆上還能看到 爆炸留下來的焦黑痕跡 俄國第二大城聖彼得堡住宅區 2號清晨遭無人機攻擊 波及兩棟民宅 市長宣稱沒有人員傷亡 由俄國網站報導 這是烏克蘭無人機攻擊 但俄國國防部並未對此作出回應 在烏克蘭 無人機攻擊已經成為 許多民眾的生活日常 南部大城奧德薩2號 再度遭到俄軍無人機襲擊 釀成至少7人死亡 包含一名四個月大的婴兒 跟不滿三歲的小男孩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說 這是西方軍援 遲遲沒有到位的後果 俄國國音媒體1號公布了一段 德軍高層2月19號的錄音 內容包含烏軍使用德智金牛座長城飛彈攻擊 克里米亞大橋的可能性引發渲染大波 德國總理肖茲說已經展開調查 不過肖茲29號才重申過 不提供這種長城飛彈給烏軍 因為他可能打到莫斯科 俄國外交部長說 北約國家已經明顯涉入這場戰爭 他們將很難對自家國民自圓其說 無連者編譯 請稿 請稿 請稿